婚礼拍摄 我们可以这样讲 婚礼拍摄的话 它是在一天之内结束 然后 你可能是从着忙到晚 可是 上礼拍摄就完全不一样 有些可能是在灵堂摆一个 三到五天 然后可能一句顾客的要求 可能你需要每一天都去拍 或者是你可能 他们出品当天才去拍之类的 然后讲到不一样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你要 懂得察言观色 因为不像婚礼是一个很热闹的场面 在上礼的话是 比较严肃 比较 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个场合 我们凡是以尊重 往生者为首要考虑 我们说婚礼的话 婚礼的话 都会有所谓的算命史 大多数啦 都会有所谓的算命史去算法来的时程 什么时间该进行什么 可是上礼的话 它是一种突发情况来的 可能我今天接到一个电话 我明天需要去拍摄 我们就必须ready 就必须准备好腾出那个档区 准备去隔佛隔天的一个拍摄这样子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提前预约的 可不过有些人他们是 像我刚才讲的 他可能在灵堂放三到五天 可能是他们知道 他们的家属已经是不能够熬过去了的 他可能就会提前一个星期预约了我们 我们所谓的红白喜事 他不只是 上礼并不是那么的 的逼迹 他是必须被接受的一件事情 最后一层的东西嘛 所以多数的人都会把他们一些 一些节目的照片 一些旅游的照片 把照片给我们加进去 影片当中 一个比较印象的 印象深刻的一个胆子 就是说 全场只有一个孝子在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亲朋亲友 就完完全全只是他一个 一个小子 在办这个上礼 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才发现他的 他的兄弟姐妹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角落 没有办法飞回来 所以 就必须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提供他一个服务 就是说直播的服务 就是上礼直播 当场 直播 不是用电话 就是我们有设备 让他在外地的家人 一起看到这样子的 其实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趋势 因为比较多的是在 新加坡的人 新加坡的情人 他们真的是 当师父在念经的时候 他们是真的 一起在 电脑屏幕面前 一起去成心的 击败这样子 你会觉得那个情况 诶 这个世代真的是 已经改变了 他 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 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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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